像这样的多图展示PPT动画效果该怎么制作呢 点赞加收藏一分钟教会大家 首先在页面中新建一页幻灯片 填充背景并输入标题文字 点击插入选择形状中的空心弧 选中形状打开SLED插件 选择设计工具中的空点调节 然后将空点1的数值调整为-120度 空点2的数值调整为-60 同时缩小空点3的数值 选中形状再次打开SLED插件 选择设计工具中的环形布局工具 将数量设置为6 调整旋转方式全部选择零度 将数值手动调整为0点击刷新 然后缩小布局半径 调整完成以后将最初始的圆环进行删除 框选所有圆环进行组合 然后对图形进行放大 接下来依次选中每个形状 打开形状格式选项为其填充图片 填充完成以后 在图形的中心位置插入标题文字 选中标题文字 打开SLED插件 选择环形布局工具 将数量设置为6 将旋转角度设置为固定值360度 点击刷新 同时调整布局半径 调整完成以后 删除中间最初始的文本框 然后依次改变每一个标题文案 修改完成以后 将图形和标题文本全部选中进行组合 接下来复制一页幻灯片 同时对组合的图形进行旋转 按照同样的方式 将每一张图片都依次展示 调整完成以后 选中所有的幻灯片 为其添加平滑切换的动画效果 这样我们的多图旋转展示动画 就制作完成了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我是大江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2 3 3 4 4 5 7